生活網絡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來賓 是這個台大國發所的前教授 現在是華泛大學的特聘教授 杜振華 杜老師 來我們分析國際經濟的相關局勢 杜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的我們先來談 這個全球的經濟 現在都進入非常不穩定的狀態 那包括了通膨 因為俄乌戰爭的加劇 那另外呢 連11年都沒有升息的歐洲央行 現在也升息了 歐洲呢 這個歐盟長期以來都是負利率 經過這一波升息之後 現在也成為正利率了 代表說全球的經濟貨幣的市場 現在其實是非常嚴重的動盪 那歐洲的通膨的數字 一直都突破兩位數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非常的嚴峻 那升息有用嗎 升息當然是有用啊 歐洲的通膨到六月份的數字啊 大概有一半的國家是兩位數 像法國德國這兩個大國稍微好一點 像法國是六點多 德國是八點多 那這樣的數字呢 其實不輸美國 不輸美國 所以事實上中央陽是在 經濟成長跟通膨膨脹兩者之間在取捨 因為你知道如果要控制通膨膨脹的話 那他們如果把利率提高 這個企業界或是民間對於這個需求面會下降 會下降那通膨膨脹的壓力會減少 但是反過來看呢 經濟成長的速度會變慢 那會不會提高利率太多呢 導致於這個經濟成長不好 甚至於變成富的 這是大家很擔心的 所以是在這兩個東西在取捨 所以歐洲央行過去一直不敢提高利率 但是現在看這個樣子是不提高不行的 因為這個數字的確已經太難看了 而且很多人民已經影響到的生活水準了 所以他必須要做 所以他會有效 但是效果有多大呢 這個可以說是摸著食指在過河 沒有人知道 因為變化太多了 你知道我們經濟學在講 這個價格水準的高低呢 要看兩個東西 一個是需求面 一個是供給面 這個就像一隻剪刀的兩個部分 那中央行可以提高利率 來壓低這個需求 因為利率高的話 那企業的借款減少 一般人民的借款也會減少 所以買東西呢 或投資就會就會下降 所以需求面可以控制下來 但是你要知道 另外還有影響物價 很重要的是供給面 那供給面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俄烏戰爭還在持續當中 所以這個糧食的價格 資源的價格一直在上漲 那資源價格上漲是因為俄羅斯 這個沒有辦法 或是他故意不出口 這個天然氣或是石油 那麼另外這個俄烏戰爭也讓這個 烏克蘭的這個糧食沒有辦法出口 我們知道最新的消息是 他們跟聯合國之間達到一個協議 要讓這個烏克蘭的這個糧食可以開始出口 但是是真的還是假的 事實上大家也不知道 不是兩個飛彈已經打到奧德薩了嗎 沒有錯 因為到底是真心還是假意 作為一種戰略的欺騙 這個很難說 就像這個 這兩天我在看這個孫子大傳 孫武的故事 在這個七十一台晚上九點鐘 你去看這個孫子兵法裡面 大概都在講計謀的 都在講計謀的 所以 而且孫子兵法是全世界都在研究的 所以俄羅斯有沒有深得其中的奧秘 然後把這個糧食出口的協議 當成一個策略沒有人知道 看起來很像 看起來蠻像 那再過一兩天 大概情況就會很明朗 所以這個是供給面 供給面現在全世界的供應鏈也斷掉了 亂掉了 因為這個疫情的影響太嚴重了 連這個碼頭工人經常都確診 所以他沒有辦法工作 你看像美國的通貨膨脹 事實上這個供應鏈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是很重要的 很多港口工人還要罷工 又有確診又有罷工 所以搞得很多的物品 堆積在這個港口沒有辦法輸送進去 所以情況變得相當的複雜 那現在還有更嚴厲的這個新的變種的病毒 又在後面跟著 所以疫情還可能會再來 還可能上來 所以你說這個提高利率 現在是要提高三碼 事實上大家預期下一次還會再 在美國 就是美國提高三碼了 六月 接下來還要再提高三碼或四碼 是 所以 那歐盟這次是兩碼 是50個基點 他可能會看情況 如果壓了下來的話 他就不會再提高上去 因為再提高的話會影響經濟成長 所以 會有效果 但是這個效果多大呢 大家都在走著看 就是摸著石子過河 跟台灣其實也很像 我們中央銀行一向是不太願意提高利率的 因為提高利率的話 通常會讓你的幣值往上走 因為很簡單 像美國一提高利率的話 美元就會升值 為什麼 因為在全世界各地的資金 就會往美國移動 因為可以賺到比較高的利息 所以往美國移動的話 那當然就都會買美元 這個錢要換成美元 投資在美元 或者美債上面 那這樣的過程當中 就會讓這個美元的匯率升值 所以升值是不是好事呢 對 短期來講不是好事 因為它會影響你的出口 你的出口報價要提高 所以你會 東西會變得貴 所以一般中央銀行都不太喜歡 自己的幣值太高 那你看我們台灣的中央銀行 其實是很不願意讓台幣升值的 希望能夠增加出口 讓我們這個國家看起來經濟成長 會變好 所以外交數字就一直升高 對 但事實上 我其實一直在 一直反對這樣的一種看法 因為台灣已經富裕到一個程度 雖然我們自己並不滿意 但是在國際上你去比較 我們台灣的人均所得 其實已經非常高了 我們在全世界排名20左右 全世界大概200個經濟體 我們大概排名20左右 前段半 這是非常前段的 我們如果用人均GDP 然後用物價來調整的話 用物價調整我們把它叫做PPP 就是購買力平價 叫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就三個P 這個不是一般報紙上出現的 玩三P 這個是說購買力平價 三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合起來 叫PPP 那用這個東西衡量台灣大概世界 排到15名到20名 又比人均GDP還要好一點 對 因為台灣物價便宜 你知道 所有這些先進富裕的國家裡面 台灣物價大概是最便宜的 所以一進化物價調整的話 台灣甚至超過日本 超過韓國 超過韓國大概兩成 我們早就贏韓國了 早就贏韓國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輸給韓國 如果用這個角度看 我們從來沒有輸過韓國 用PPP來看台灣 從來沒有輸過韓國 從一開始在四小龍就是老三 到現在還是老三 這個四個經濟體的位置 其實沒有變過了 好 那事實上台灣已經這麼高度發展的 一個經濟體 還想要繼續累積外匯存體 還想要創造高的經濟成長 我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它會帶來副作用 什麼副作用呢 因為出口的收入 大部分是由這些高科技的員工 跟他的老闆拿到 我們超過六成的就業者是在服務業 這服務業享受不到這個好處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享受到一點 因為它會外溢出來 它會來消費啊 對 透過成數效果會衍生到整個經濟 是沒有錯 但是相對上它會少非常多 基本上我們服務業的薪資是停滯的 沒有什麼成長的 所以經濟成長越好 出口越多 你看到的是所得差距越大 所得的分配越不平均 所得的分配越不平均 事實上你看我們大概在過去這20年來 所得分配的這個數字 我們叫急尼係數 是緩慢的惡化 它沒有惡化的很多 但是事實上是慢慢惡化的 有時候會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下個年度又下去了 那整個來講是在緩慢的惡化 那對於一個國家的執政者來講 這不是好事情 因為那些窮人 他慢慢會思考 他慢慢會被教育 他會認為這個社會對他不公平 為什麼他這麼努力 然後每個月還是三萬塊 他就漲不上去 然後這個房價一直往上走 他根本沒有利罪之地 這個對國家治理來講不是好事 所以歐盟在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 我記得早年我在念碩士的時候 我在泰國曼谷念書 非常有趣的 那是非常特殊的一個留學經驗 那那個時候是1970年代末期 那個時候台灣的所得分配 是全世界前五名的 因為我們土地改革很成功 然後大量的中小企業成長 就業機會很普遍 不像很多的開發中國家 那就業機會都集中在都市裡面 一出都市就沒有機會 所以它所得分配那個差距非常大 那台灣很平均 所以台灣早期這些 這些經濟工程是貢獻非常大的 所以那個時候在紀錄上來看 我們全世界所得分配前五名的 甚至於比中國大陸 比東歐那些社會主義國家都要好 所以同學下課的時候還圍著我 在問說你們台灣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說是土地改革成功的 還有這個清工業的發展 我們沒有像韓國日本去獨中這些企業財團 大財法沒有 所以台灣當時很好 但是台灣現在已經都輸給這些西歐的國家 他們的幾年係數大概是0.3 那全世界來講是非常好 越接近零是越好 那它理論上可以到達一 沒有國家一的 那0.5幾的話就非常差 那可能會有革命的 0.5幾就很革命 那0.3是非常好 台灣現在是0.3次 已經輸給這些中西歐的這些國家 特別是北歐國家 他們的分配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不要那麼強調經濟成長 不要那麼強調這個所得要提高 而要多重視所得分配 那個才是一個社會祥和 然後大家能夠一起合作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不過講到說要重視所得分配這件事情 但體現在現在此時此刻 全球通膨的這個嚴重的情況來看 一定是這一個貧富差距裡頭 比較弱勢的人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因為主要是糧食能源 這些基本生活需求的價格的提升 所造成的通貨膨脹 所以受害的人就是一個壞的循環 就是反而是這些更弱勢的人 那所以呢 現在不斷的升息就是不要讓這個事情惡化 就是剛剛老師所講的 再惡化下去就要革命了 那但是現在如果只有 對台灣來講還不到革命 但是對一些本來就不好的地方 是會革命的 但是革命的形勢很多 最常見的就是換政府 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 因為人民不滿 那選舉的時候他就投另外一打 所以現在美國總統拜登 擔心的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接下來他11月就是期中選舉 如果這個期中選舉的大敗之後 那等於是他的任期就已經廢了一半 對那接下來的這個2024的輪替 就非常的不樂觀了 那所以他現在只有這個工具 民主黨只有升息這個工具 但是通膨是每個人生活上面 就是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張選票 就是你大部分的人民生活 受到這一個影響產生的民怨 你在選舉上面就會呈現不好的結果 他除了這個工具之外 他還有別的工具嗎 現在大家經常看到的就是利用這個貨幣工具 就是他的中央銀行的提高基本利率 然後影響到商業銀行 就是次級的利率就會跟著調高 我剛才已經講到這個是物價形成的一半而已 他可以控制需求面讓它下降 但是他沒有辦法供應 處理這個供給面 所以供給面如果繼續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他這個效果還是相當有限 那勾給面包括什麼 以美國來講的話 你看他對中國大陸科的這個關稅 這個關稅 這個關稅科的蠻多的 對幾千像這個商品 科的這20%的這個稅 你知道這個科稅的效果會由誰來承擔呢 以經濟理論來看 是看兩方面的這個怎麼樣 我們經濟學叫彈性 彈性事實上就是說 你討價還價的餘裕有多大 你的抑價能力 我剛好講這個抑價能力有多強 一開始大家都認為說 美國是一個大的進口者 那中國大陸其實可以跟他這個比評的 這個競爭者其實蠻多的 所以會由中國大陸這邊吸收 這個關稅提高的這個代價 那事實上後果你看完全相反 從結果來看 是啊 猜錯了 猜錯了 竟然是美國這邊提高價格 然後把它轉嫁給美國的消費者 就是由美國的消費者來承擔 那反過來講就是 中國大陸的這個競爭力 是沒有人能夠取代的 所以因此呢 這個所謂的這個抑價能力呢 變成美國比較弱 所以由美國消費者來承擔 所以美國如果不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那當然也有經學家估計 如果把這些關稅拿掉的話 那美國的物價大概可以下降 接近一個百分點 一個百分點 其實並不小 但是如果 如果對中國讓步的話 那對拜登政府來講呢 事實上它等於是潰敗 那現在剛好大家 反中防線就潰敗 對 反中仇中 已經到達高點的時候 你竟然這個地方 對它大讓步的話 這個對它選舉是不利的 所以現在它非常的尷尬 那當然那個是供給面的一環而已 那我剛才也講到這個供應鏈已經亂掉了 那美國的港口又在罷工啊 然後事實上美國的港口的這個作業體系 到現在人工的部分 還占很重要的部分 那在中國大陸 或是在像這個香港啊 新加坡 這些比較先進的港口 都已經自動化 都是電腦化的 人家效率非常的高 但美國呢 這些工會的勢力很大 他就不願意電腦化 因為他會丟掉一些工作 那美國政府也不認真處理這個問題 事實上這個問題在台灣曾經發生過的 你知道當年的那個亞太營運中心 在推動的時候 我這名詞好久遠 聽過這個東西 李登輝時代吧 1995年左右 行政院列為國家重大建設方案 經濟部的這個亞太營運中心的那個研究案 基本上是我寫的 所以你是亞太原創者 現在都習慣說誰原創 但是那個概念 是來自於這個徐曉波跟薛琦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一個研究小組 是他們兩位加上我跟劉少良 但紙筆基本上是我在寫的 那時候跑遍這個美國 香港新加坡去看他們怎麼樣作業的 我們學習真的很多 那亞太營運中心在推動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就是碼頭的作業 把它民營化 本來是這個港務局的雇員 那你知道他們 他們賺錢賺很多 他們一個月在那二十多年前 他們一個月月入平均在十萬塊新台幣 你說碼頭的工人 對 那很多都是under table的 你塞一點錢給我的 我就給你作業快一點 你不給我錢我就給你賣一點 那所以那個時候政府很傷腦心 就是說我們碼頭的效率 大概是新加坡跟香港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已 就他們可以處理 一個小時可以處理三十個貨櫃 我們大概只能處理十個到十五個貨櫃 那你說難道我們這邊的人比較笨嗎 沒有啊都一樣是華人 那就是人家很認真 人家很有效率 人家設備很好 我們這邊就是 純手工作業 然後還要有這個 特殊關係才能夠排序 沒有錯 這個跟海關通關很類似 這個叫快單費一來的話 你就很快就通關這樣子 好 那那個東西 當時政府就花了一大筆錢 讓碼頭工人全部退休 退休以後 由民營的這個公司 裝卸貨的公司來經營 那政府就可以要求他效率 他就必須要有競爭 所以你看我們當時用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發展的方案 裡面就做了很多事情 事實上做了還有很多其他事情 那這是裡面很重要的一項 我們的碼頭作業就民營化了 但是美國這個 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美國碼頭的作業 跟我們以前1995年 那個年代是一樣的 是差不多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終於有事情超越美國 超越20幾年 超越25年 但是美國也有很有效率的地方 你看它這個 我們叫Federo Express 那個叫什麼 聯邦快遞 聯邦快遞的那個分件的系統 那全世界超級的 我們當時去看過它在 曼菲斯 那個是哪一個 田納西州 曼菲斯這個城市 它有一個叫Super Hub 超級的轉運中心 它一個晚上一百多架飛機 然後飛到這個地方 然後航空的貨櫃就分分分分 沒有 它先把這些貨拉上那個 裝卸的作業的系統裡面 然後它就讀了條碼之後 它自己走到不同的貨櫃去 然後就送到不同的飛機去 然後過了一兩個鐘頭之後 這飛機就全部一百多架飛出去 它的效率是驚人的 事實上台灣當時 這個有點離題 當時如果 如果我們這個中正機場 當時 願意接受24小時通關作業的話 那當然對居民會有一些 野草道必須要給它補償 但是因為當時政府 交通部門的 這魄力沒有那麼大 沒有把事情處理完 不然我們也有亞太營運中心 那後來他們就跑到 現在是在廣州的白雲機場 那這不談 所以美國政府就沒有這個魄力 把他這個港碼頭工人的制度 看看怎麼樣處理 讓他能夠提高效率 這是供應供給面的一環 那供給面其實還有蠻多的 如果這邊能夠處理好的話 也許這個通貨膨脹 可以慢慢的下降 但他現在只能處理這個需求面 是不夠的 但他還是會有效果 這個效果要邊走邊看 要摸著石頭過河 這個河有多遠還不知道 石頭就先摸再說 有時候水會很深 有時候水會很深 不小心就溺死了 沒有錯 那現在這個9%左右的通貨率 這是美國戰後大概還沒有看過 這是美國人民受不了的 特別是在糧食這部分 我看過的數字大概在10%到20%之間吧 所以這些窮人來講 事實上是過得非常辛苦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時機 那當然我們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 我們雖然通貨膨脹 你看那個比例大概只有3%多 事實上你去看糧食的話 很多都漲了10% 20% 30%不等 那事實上對於這個最底層的人民來講 它的消費是變得非常辛苦的 那所以政府對那些最底層 那個低收入戶的那個補助啊 我認為是要提高的 我認為是要提高 也許暫時給它提高半年 或是一年 讓它在這一段最痛苦的時候 能夠過得比較好一點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政府並沒有這方面的注意 只是天天還注意 經濟成長率啊 失業率啊 這些整體的數據 它沒有把這個人民 把它分別來看 不同的階層 會有不同的影響 然後應該採取更精緻的政策 所以每一次這個主基礎公佈 這個所謂的大家的平均薪資的時候 網路上就會發起叫做道歉槽 就是說我沒有達到這個數字 我拖累了大家 拖累了沒有錯 對 不好意思啊 那代表說這個的確 貧富差距是有蠻嚴重的一個問題 可能在通貨膨脹的時候 會凸顯出來更嚴重 沒錯 你看我們孔老夫子在2000年前 他就講了 不患寡而患不均 什麼意思呢 大家窮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窮你也窮的話 我不會感到特別的悲傷 但是如果不均 別人那麼好 我那麼差的話 這個新的不平衡 或是被剝奪感就會出現 那貧富不均到一個程度 就會鬧革命 事實上你去看 中國到現在最近的一次革命 就是共產黨的革命 共產黨革命簡單來講就是 共產黨帶領了中國的農民 來把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給趕下台 那為什麼這些農民願意接受 這個共產黨的領導來 把國民黨趕下台呢 其實那些農民你去問他 什麼叫共產主義 他打不上台 他根本不了解什麼叫共產主義 但是他願意跟他走 為什麼他已經活不下去了 那他活不下去 其實也不是國民黨的錯 是誰的錯 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結果 日本這個當時的俄國 我們叫蘇俄 是兩個 我們說這個豺狼虎豹在中國旁邊 然後日本侵略中國 14年把中國搞得 這個完全沒有辦法活下去 所以這是國運也沒有辦法 那如果日本不侵略中國的話 當時在中日戰爭 就是民國26年 之前的10年 其實中國進步非常快的 事實上在民國60年的時候 在美國紐約的聖若旺大學 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 把經濟史最優秀的專家 共聚一堂 讓他們研究發表論文 那本書大概 有一些圖書館你還可以找得到 叫十年艱苦 十年艱苦建國 類似這樣的一個書名 事實上我前兩天才在露天拍賣 竟然可以找到這本書 保存得還不錯 因為我研究上有需要 你可以去看中國在抗日戰爭 全面爆發之前的十年 其實進步得非常快 最近你也會看到網路上有一種說法 說還好有共產黨 如果是國民黨 當時1949年繼續執政的話 中國是不可能達到今天這個狀況 在我看起來 那是共產黨的大外宣 這是大外宣 這是大外宣 國民黨如果當時繼續 在中國大陸統治全中國的話 現在還是一樣的發展路徑 你知道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 損失了30年的時間沒有進步的 他搞文化大革命 三反五反 中國千萬人頭落地 鬥爭這些地主 他浪費了30年 如果是國民黨執政的話 不會有這些事情 你說中國不會有今天的狀況 其實我是不太相信的 而且搞不好走得更快 因為沒有浪費那30年 沒有錯 沒有錯 那最少國民黨是比較民主的 中國大陸很大的新人 你看中國大陸現在很多人說 他說他完成了三民主義 那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你可以說他可以 基本上完成了民生主義 完成了民族主義 他絕對沒有完成民權主義 這個大陸自己會有另外的說法 但是你問他境外的人 沒有人相信那個是民權主義 好 那不管怎麼樣 所得分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在這個特殊的時代 特殊的這個年度 如果因為所得分配惡化的話 政府沒有適當的處理的話 他都會有政治的效果 就是很容易就又換政府 不過剛才老師講到就是一個關鍵 就是戰爭啊 戰爭才是整個經濟停滯 或者是經濟倒退的一個 最重大關鍵可能的因素 所以我們來回來看現在的惡物戰爭 那現在的這個惡物戰爭 造成的全球的經濟的混亂 可以說是一個最後重重的一擊 所以呢也有人說 這個美國現在要處理通膨 基本上就是叫那個惡物戰爭 趕快停火 他才有辦法佔領 這個戰場先清理 他才有辦法處理 他國內的經濟的問題 那在這個戰爭之後 這個美國所發起的這個制裁 俄羅斯在經濟上面的項目 據說超過1萬項 就是我制裁俄羅斯的動作 做了1萬件事情 那可是看起來俄羅斯還沒倒 對他的這一個蘆布還不斷的升值 所以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很多人的預測都是錯的 包括我一開始也是錯的 我也認為說俄羅斯大概被制裁之後 大概就垮了 就垮了 但是沒有想到他任性還蠻強的 怎麼講 因為美國能夠影響世界的能力已經衰退了 雖然他那麼努力在制裁他 你知道美國在二次大戰剛結束的時候 他的經濟生產大概占全球民主國家的一半 是非常強的 所以當時有所謂的馬歇爾計劃 是在援助這個歐洲的民主國家 經濟能夠復興 你看美國也有援助台灣 美國也有援助韓國 在韓戰之後 美國援助非常多的國家 然後他還可以影響他的內政 因為我給你援助 那你就要聽我的話 我這的話我可以停止援助 所以當時非常需要美國 但你看美國現在的經濟生產 只佔全球大概24% 從50%左右 衰退一半 大概相對上衰退了一半 絕對只是在成長 但是它的重要性是在下降降了一半 那你說誰取代了美國呢 最明顯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生產 已經佔全球18%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是明目的 就明義上的經濟生產 如果要物價調整的話 中國已經超過美國了 就是PPP的概念 PPP的部分 它已經超過美國了 它已經超過美國了 所以美國的影響力 再怎麼樣 也沒有超過中國 美國看起來是對這些民主國家 西方國家是有很大的影響 包括主要是經濟 連軍事上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但是中國大陸如果加上俄羅斯的話 還有一些第三世界的 像非洲國家 東南亞國家 那力量不亞於美國 不亞於美國 甚至於可能超過美國 那所以美國的制裁有多大的一個效果 當然是有效果 那這個效果不是絕對性的 因為中國沒有加入 所以就沒辦法發揮效果 是沒有錯 那你說它對世界有什麼影響 對金融上會有影響 你看美國不讓俄羅斯去使用這個 這個叫什麼金融交換系統 SWIFT 不讓他用SWIFT 那SWIFT 很多國家就會有所反映 包括會加入中國設立的那個叫 叫CIPS 是中國 中國的這個交換 交換系統 這個交換系統 大概它的規模 是剛才講 這個SWIFT 一層到兩層 但是它也在成長中 那以後會加速成長 因為中國現在的 一帶一路經過的國家 中國大陸是盡量讓他們來加入這個系統 那它當然也有用意加入 因為中國會對它援助 在基礎建設上援助它 所以它會很樂意加入 中國最近剛跟那個 沙烏地阿拉伯講好 他們的石油交易要用人民幣來計價 那當然也會進入那個系統 那另外歐元還有一個系統 歐洲還有一個系統 叫什麼 叫EPA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歐元區在用的一個系統 所以如果這個SWIFT 因為美國制裁俄羅斯 讓它的功能下降 好 那另外兩個系統會成長 很多國家會自動 逐步的把它的交易 可以的話就往這邊跑 那麼另外呢 它可能會以貨易貨 我乾脆不用這種交換系統 不用現金的 我是生產石油的 或是我有大量的木材的 我有天然氣的 我直接涉算它的價格 來跟你換某一種 我現在很確定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 英文叫Barter System 或者Barter Trading 這樣的經濟活動也會增加 那麼另外你還會幫助那個叫做什麼 比特幣 這種叫數位貨幣 數位貨幣最近不是崩跌的很慘 是崩跌的很慘 因為像中國大陸一些國家認定它是非法的 那還有經濟衰退 所以那些挖礦的活動又減弱等等 但是美國對於SWEEP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個制裁 會讓數位貨幣又往上走 甚至於你會讓一些大國自己去創辦它的數位貨幣 因為比特幣沒有能夠控制它的供給需求 沒有辦法 因為它不透過中央銀行 它是去中心化 但是像中國大陸這種比較極權的國家 那當然希望能夠控制這個貨幣供給 所以它不願意讓比特幣這樣的東西 在我這個地方慢慢增長 如果要為了交易的需要 效率的需要等等 我政府來辦一個數位貨幣 所以事實上中國大陸已經開始使用了 在某一些特殊的地方 它已經開始用它的數位貨幣了 那我相信這個規模會慢慢變大 不只中國大陸 可能其他國家也在研究 我們中央銀行也開始在研究 雖然我們使用這個數位貨幣的需求 大概沒那麼大 但是一些規模比較大的國家 它可能會發展它自己的數位貨幣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東西大概都是制裁俄羅斯 美國制裁俄羅斯之後 會衍生出來的東西 我甚至於在想 目前各國如果國際收支出狀況的話 是找這個國際貨幣基金 IMF去求援 IMF基本上是由美國控制的 因為它是以這個 就像公司企業的股份 美國擁有的股份是最多的 這個跟聯合國是不一樣的 聯合國是一國以票的 票票等值 所以聯合國現在是第三世界國家在主導 在美國是少數 所以很多我們同胞同仁 還不曉得聯合國 美國完全沒有影響力 美國是少數 每次投票出來 美國都是 他怎麼案子都過不了 完全潰敗的 都是中國大陸 俄羅斯加上第三世界這些小國家 是在主導聯合國 所以美國拖欠聯合國的會費不交 聯合國已經對美國發出最後通點 再不交的話 我要把你踢 不是說要踢出去 踢出聯合國 他說聯合國的總部要翻離紐約 離開紐約 不讓你賺我聯合國的錢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國際貨幣基金 基本上還是美國跟歐洲在主導 特別是美國 它的股份最多 我認為中國加俄羅斯 加上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可能會出來創辦一個 能夠取代 挑戰美元 可以挑戰國際貨幣 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 這樣的另外一個 一個國際金融機制出來 那個是存在的 因為你看俄羅斯的外匯存體 中國大陸外匯存體 都非常的多 那第三世界的國家 基本上也是跟他們來往相當密切 反而是對美國是跟歐洲 這些殖民國家 是有歷史的糾結 他們是不喜歡這些國家的 我認為那個東西 如果出來的話 我一點都不會意外 所以最近也有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說中國最近 抛美債的速度稍微加快了 那甚至這個水平已經都到一兆以下了 那到底有沒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意涵 當然有 升息的時候 歷差當然是一個考慮 經濟當然是一個考慮 有沒有政治上面的意涵 你可以看美國現在跟中國大陸的衝突 越來越嚴重 從貿易衍生到技術科技到整個經濟 所以那加上這一次俄乌戰爭之後 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 你如果是一個中國的領導人 你當然會怕說哪一天 如果美國這個休息裡的陷阱 越來越嚴重 明明我沒有做什麼壞事 但是你就看我不順眼 因為我越來越強 越來越厲害 就是要不讓我這個老二變成老大的話 那修理完俄羅斯修理中國 沒有錯啊 而且要利用台灣來消耗我的戰力 希望把台灣搞成第二個烏克蘭 希望台灣能夠全民皆兵 然後要賣給台灣更好的武器 要挑戰我的主權 所以中國大陸領導人他一定會怕的 那一定會怕的話 萬一我持有你的 一兆美元左右的國債 哪一天你不償還給我 把它作廢的話我怎麼辦 因為戰爭制裁的關係 我就賴賬這樣 沒有錯啊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 等於我國家大量的資產就不見了 那這是一個風險 這是一個大家都不講 但是越來越高的一個風險 所以這個政治的風險是存在的 所以一個合理的反應 一個合理的反應 當然是要減少我持有的一個數量 但是減少這個數量之後 我要把這個資產換成什麼東西呢 那其實也是一個蠻頭痛的問題 美國的國債到目前為止 找不到好的代替品 因為它很穩當 它不會賴債到目前為止 它凍結 俄羅斯的資產也是暫時凍結 它不會賴債 第二個它有獲利性 它負利息的 你要找到這個穩定性 穩當性這麼高 然後又能夠如此獲利的 很難找到一個規模 這麼大的投資標的 所以中國如果要減持的話 比方說我去買黃金 黃金很保險 你可以放在中央 但是它沒有獲利性 除了它本金 它價格會漲跌以外 所以價格漲跌 沒有利息 對它沒有利息 所以 而且 而且基本上 政府也不希望我持有的資產 是在那邊高高低低的 所以黃金 除了這個 作為發行貨幣 或是國力的象徵 以外 中央銀行不會持太多的 理論上來講 它不會持太多 所以找到好的替代品 並不容易 那當然這個 因為這次戰爭顯現出來的風險 越來越大 所以中國減持是一個正常的 那麼另外從經濟面來看 如果美國這個利率 往上走的話 國債的價格 在貶值中 是貶值的 因為利率是跟這個 國債的價格是成反比的 是成反比的 這個大家去Google一下 就可以知道這些理論 所以 既然預期到美國的利率 還會往上走 那當然減持是一個減少 這個本金能夠 會增加損失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 從不管這個地緣政治 或是從經濟面來看 它都應該要減少它的持有 只是說它減持的速度 會不會影響到美國的 這個 在這邊處理的金融貨幣相關的議題 那另外一個 剛剛講到這個科技競爭 就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 最近大家比較熱門討論 當然是美國的這個晶片法案 那因為發現自己的這個晶片發展 落後全世界太多了 那台積電其實也是一個蠻大的目標 因為在美國的國會聽證裡頭 常常提到台積電的壟斷市場的地位 這件事情 所以看來台積電也是他們的目標 那這500多億的補貼 針對這個晶片廠商的補貼 那當然最重要是Intel高通這些 那傳出來新的新聞 就是Intel跟聯發科做生意 大家說這不是台積電最大的客戶嗎 怎麼可以去跟Intel做生意 那包括晶片法案假設有通過的條款 是你如果得到補貼 你就不得去中國大陸擴廠新建 等等的投資十年的這個限制 這個對於台積電 對於這個亞洲這些半導體廠 應該都有非常非常嚴重的影響 美國這個晶片法案看起來是一定會通過的 因為它最大的障礙已經過了 那的確是台積電一個蠻大的隱憂 因為全世界這麼多的高級晶片 依賴在台積電是一個風險非常高的事情 所以美國歐洲日本大概都不會允許這樣的現象長期存在 那美國現在當然是逼台積電去美國投資 我相信以後還會想辦法讓他把最新的一帶放到美國去 因為看起來美國是準備把台灣當成一個烏克蘭 比較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哪一天受不了來打台灣 那美國就可以利用台灣呢 沿用烏克蘭的模式呢 來把這個老二想要變成老一的這個中國大陸給它拖垮 這美國最理想的狀況是這樣子 所以美國看起來是準備放棄台積電的 因為你看它的所謂的這個叫 它應該是想把它搬走吧 想把它搬 沒有能搬的搬走 但是不可能全搬 不可能全搬它會把這個趨勢 讓它變化到以後台積電無關緊要 它的重要性不會像現在這樣 所以它現在要跟三星大量的合作 你看一看美國的哪一位高層已經去訪問過三星 然後它的那個叫做印太倡議 印太經濟架構 現在還有晶片聯盟 對這個裡面它就不找台灣 它不找台灣 它表面上理由說不願意太刺激中國大陸 但是也有一種說法說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它以後要放棄台灣的 所以不需要把你放進來 所以它把韓國放進去 那現在又積極地跟其他的廠商合作 我相信在短期的未來還不足以撼動台積電的地位 因為那個不是那麼簡單能夠取代的 不過大概五年到十年之後 我相信台積電的重要性會大幅的下降 過去美國是不重視這個東西 它只要賺利潤更高的這個設計的這個階段 但是它既然現在了解到這個製造也非常的重要 它會想盡辦法 而且出很多的資源把它弄上去 台積電的優勢大概五年之內大概沒有辦法取代 五年之後大概會有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對我們台灣 台灣領導者的政策隱身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趕快找到能夠替代 這個護國神山的東西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在 比方說這個生物科技產業 雖然我們有一個失敗的高端 但是不表示這個產業 台灣就不能夠發展 高端的失敗在於政府給它的幫助 過了 就過了 政府該做的 是可以有做一些事情 但是做過頭了 我們應該學韓國 這事實上不是我講的 是中原院院士那個叫陳怎麼培的 陳哲培 陳哲培他有講 他是真正的專家 那台灣應該學韓國 先用代工製造 代工製造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慢慢就會有這個能力自己去研發 而且你有比較好的基礎去做研發 事實上韓國在走這條路 而且也走成功了 他現在自己的東西已經出來了 所以政府經常會 不知道這個歷史又重演 這跟台灣的汽車產業是一樣的 汽車產業是保護過頭了 我們玉龍保護過頭了 所以過了半世紀 都是媽寶 他還是媽寶 他還是長不起來 好不容易 電動車是另外一個機會 然後跟我們鴻海合作 看看有沒有辦法能夠轉敗為勝 否則看起來我們這個生物科技 又在重複這個失敗的案例 是蠻可惜的 所以台灣的這個經濟 如果要持續能夠發展 而且要讓台灣的這個經濟優勢 成為一個戰略價值 像是說戰略價值 地緣政治的變動上面的話 那還除了台積電以外 恐怕還要有第二座護國神山 第三座護國神山 特別是我們的護國神山已經被盯上了 現在最大的威脅恐怕是來自於美國 想要分散風險的 這樣子的一個地緣政治的思考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這個杜振華杜教授 我們分析國際貨幣上面的一些改變 還有產業經濟面向的一些 可能未來的發展 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加入會員 另外訂閱按讚分享 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